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你好 加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初二一班的卢嘉欣 从我出生的时候就和别人有些不同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是一个有些许缺陷的纯恶恋女孩 浪漫一点来说 我习惯在手术室看七点半太阳落山 针头也无数次地扎进过脚踝 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手术的我 正在努力地修复着自己的容貌 虽然我这个追星女孩 总是成天对着自己的爱豆犯花痴 但其实我就连和陌生人交流 都会近距离交流都会很怂 会刻意抿嘴 会戴上口罩 但是我的家人朋友一直都在鼓励着我 他们经常告诉我 我是全世界最棒的小孩 我慢慢地变得自信起来 我也在不断地扩大着我的交友圈 开始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 变得越来越开朗活泼 可就算是这样 还是会有一些人对我进行非议 或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 说我有一些 跟别人看上去有一些不同 当他们非议我的时候 我内心不免会有一些难受 这就是让我想起了那句 恶语伤人六月寒 我后来也在一些渠道 看到有一些人因为别人的恶评而抑郁 这让我十分地痛心 所以我想在此用我的亲身经历 跟那些和我一样有些许缺陷的人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天生完美无缺的 只要你勇敢地面对你的缺陷 只要你有自信心 你的缺点就能变成你最大的亮点 今天我能站在勇气台 也是对我自己的勇气证明 在此我也想感谢我的妈妈 妈妈 谢谢你一直支持我 鼓励我 在我伤心的时候安慰我 我们是对方的知己 我和你一起哭一起笑 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时光 在对方最难的时候 都陪对方走下车 我还是很感谢我能成为你的女儿 我也想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成为你的骄傲 我想争取成为让你最骄傲的孩子 太好了 你已经让我很骄傲了 盧夏熹 在爸爸妈妈的心目中 你没有任何的不同 我觉得你就是很美 就是很漂亮 在生活当中 都会有缺憾 每个人的都是一样的 要不然就是 身体上的缺陷 或者是身体上的缺陷 或者是心理上的缺陷 所以我们要全然地接受它 妈妈也希望你 拥有健康的身体 阳光的心理 充满着自信 享受生活 妈妈也谢谢你 来到我的身边 做我的女儿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出来了 你出几啊 出二 出二这么高了 也要如果你不说 根本都看不出来 你有任何不同 所以你完全不必 有任何心理上的负担 或者压力 去吧 去抱抱妈妈 感谢她 嗯 走吧 好了 谢谢 每个人生来都是有缺陷 你说得太对了 有哪个孩子生出来是完美的吗 不可能 或外或内